当年鬼子都没找到的地方 今天居然被我找到了 今天站长就带大家来重庆跑山 让你们看看这是有多偏僻 并且告诉你们 站长开的是一辆手动挡的福克斯 刚开始的路是从镇上出来 路还是比较宽 还比较好走 这里大家可以欣赏一下 重庆农村的风貌 这反正就是我们这边农村的样子 今天要去的就是视频最前方的大山 看看我们是如何从山脚跑到山顶的 跑了五分钟左右 接下来从这里开始 正式开始上山了 这边路变得非常窄 并且不然都很急 而且路很陡 这里要往右后方走 需要好几把方向才能调过来 不过这都不是问题 接下来反正旋都是上坡 一路左拐右拐 然后右拐左拐 一路拐的不停 一路爬爬 一路轨啊轨 路不是很关 只能一个车通过 这些地方几乎没人居住了 反正我们继续一路往上 这边有个岔路 这时候我们往右边走 然而这将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就这样我们继续前进 这段班很急 但我还是一把方向上来的 到了这 发现右前方还有人居住 这种多半都是 不挖老人居住的地方 这个弯道实在太急了 一把方向没能过来 虽然站长开的是手动挡 但这点难度的山路 对我来说都不是事 注意看右前方大山 我们已经是在半山腰杖了 不过还得继续前进 这个地方路特别烂 小心通过 并且这里也有居住一户人家 越往上越荒凉 也不知道这条路 修着是干什么的 我虽然是当地人 但这个路也是头一次走 这个路感觉一个礼拜 都不一定有一辆车通过 最后走到了这里 我才发现原来走过了 我的天呐 白跑了这么远 前面都是土路了 轿车虽然也能走 但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决定掉头 一定是之前有个岔路走错了 一番折腾后 我们下到了半山腰 就是这个岔路之前走错了 看来想要上山 不一定都是往山上走啊 接下来 我们就沿着这个路一直走 然而在这大山里 路边居然还有个老人家 我似乎看到了我的未来 不管它 我们继续走 看到最前面的大风车了 我们的目标就是那个地方 但路还远着呢 我的天呐 这边路比那边还要急 车子都干冒烟了 而在这个坡道 差点就熄火了 不过差点还是差那么一点 看我半坡起步 在不留车的情况下 顺利起步 并且这个弯也非常急 这种路新手直接劝退 车都可以直接扔这里的 路中间有个大石头 不管它 直接边扔过 车子到了这里 这边已经能看见很多人家了 这才是大山里的市外桃源 不过他们出门估计不走 我刚才走的那条路 而我们的跑山之路还要继续 还没有到山顶 在这个地方非常意外地 遇到了对向来车 这位老哥技术还是很到位的 只不过在给我让位置的时候 不小心前轮掉下了马路牙子 不过这都是小问题 简单一番操作后 我们轻松坐车 各位觉得这山路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的偏僻 难怪当年鬼子都找不到 路的难度不是特别高 但开着特别带劲 而且到了山上 那风景也是一绝 到了这里 我们跑山差不多结束了 因为已经来到了山顶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绝美的山下风景 看一下山上的风景 马来日子也好好玩 对面大风车 前面油菜花 下面就是小车 山上的风景 不一般 山下的风景